大家好,我今天堵的高速上面,然后从高速上下来了 这是四川的一个乡镇,大家看一看 这个乡镇上路不是很宽,还堵车 这房子也是比较老,而且建的比较密集 但是您别看它这房子年代久远,但是人家都是这种楼房 和这个平原的乡镇上不一样 房子全部是好几层的楼 但是建的特别的密集 街上卖东西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多 尤其我发现到处都是棋牌室 你看玩家,打扑克牌的,打麻将的 非常很多,人家这边的生活给人的感觉很安逸 到处随处可见,打牌的 今天我们去成都嘛,高速上特别的堵 好多打牌的,到了这儿呢,也听不懂他们说话 他们稍微说慢一点吧,还能听懂,说快了就听不懂 看这个,人家这树都绿油油的 看没有,这个,他们这儿有一个 就是出门就是街,没有院子 就是这门要开着,您都能看到它屋里边什么样 都是这种自建的这个楼房 这样的像新一点的 然后那样的就是一些老房子 你看了吧,人家这个开黑门,临着就是大马路 然后屋里边就是一层都是,基本就是厨房和餐厅和这个放一些东西 然后他们楼上才住人 你看了吧,这一层全部是放东西,相当于一个院子 看看这也是大麻将的,他们生活过得太安逸了 到处都是大麻将的 你看看,后边就是地 地里边也绿油油的 还有河 房后边是吧 就是河 这树我才问明白了,这是桂花树 这个是棕树 来两天了,就认识这两个 还认识了个橘子树 看这房子看到没有 这个呀,开开门就是餐厅 嗯,还有这个客厅是一体的 就是没有院子,感觉 这个没有任何,没有什么隐私 全部都暴露在外边了 只要开开门就这样 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说过他这个乡镇还挺热闹的 房子虽然老,但是都是好几层的,就这样 因为北方的这个乡镇上面基本建的都是平房 楼房不是特别的多 看,这个门里边 屋里看得一清二楚 里边就是餐桌 就是这样 就有一点这样不好,没有院子 不像北方似的 一家一个大院子 关上门 什么都不知道 这棵什么树我不认识 看着像柳树,但是它又不是柳树 一样和柳树一样长得有点相似 有认识的,告诉我一声啊 有认识的,告诉我一下 看窗桃上 晒的腊肉 那边就是腊肉 他们这个腊肉在四川来说,只要是腊肉就是正宗腊肉吧 咱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宗,什么叫不正宗啊 这种腊肉,腊肉腊肠就在这晒着 像咱们,我在北京灌腊肠的时候 人家告诉我说不用晒 要放到腌凉处腌干 人家这边就晒干 而且他们这边那个腊肉要烟熏一下 看这个小镇是一个狭长的 它这就有两排房子 这后边就没房子了 就一排房,是吧 就一排房,就是特别长 细长的 这个小镇上面生活气息很浓厚的 非常的浓厚 看那边 看到没有 那边就是房子 然后山坡 山坡上面就是就可以种地 还看到一种柚子树 上面还长着柚子 不知道它能吃不能吃 这儿是房子 这后边就是地 这一个乡镇上只有这两边有一排房子 一边一排 后边就是菜园 有点梯田的那种意思 在这儿 很多老人都坐这儿聊天了 大街上这种树是 阿姨 那个是什么树呀 那个树 那个树 专门栽的那种花树 花树 开花的是吗 嗯 我以为 开个红花 开红花 我说我不认识这个树呢 我们北翻过来的 好多植物都不认识 谢谢您啊 谢谢 这种是花树 看前边还有结婚的 很喜庆啊 出门遇上喜事了 大吉大利 那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跟你分享到这儿吧 我车停的那边了 我赶紧去开车 然后继续上高速走了 因为刚才高速上堵车 下来的 你看 这边也是打牌的 那边也是打牌的 他们这生活过得很舒服啊 他们这生活过得很舒服啊